就有点像 一个POSE系统 反正你就是这样做 甚至以后 就是一台电脑如果Touch的话更简单 反正就是上面作业就OK了 那这个部分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们也一样 这个地方 我们要在这边插入一个什么 制定表单 那制定表单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更改几个选项 比如说第一个我之前讲过 NAM的部分 可能你可以把它先改为Horn 这个NAM的部分 那这个右上角的部分的话呢 比如说就是 这个这个给他一个Caption的部分把它做个更改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一题 比如说呢我们是一个销货系统好了假设我这边是你就要让他显示什么什么销货系统 那这里的话呢我就输入假设我这边的话 比如说这边就打一个 什么什么销货或者某某公司的销货系统也可以 OK 或者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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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的 名称就在这边显示出来 这个这个是我们左上角的这个 那再来的话可以把这个表单拉大缩小 然后呢控制像这个工具箱可以把它摆在旁边 再来的话是设计嘛 那设计基本上就是品名单价 这样可以看得到就违缘者 然后呢就分别用那个标签先把上面的标签先制定出来 那你可以先设计一个 之后呢 这个的话呢设计完当成范本再往下复制这样会比较 统一嘛 比如说你今天希望上面的 这个nabel名称我先先打一个好了品名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品 品名打上去 然后呢比如说 不对品名 名称 接下来就是说呢按enter上面的名称 可是字太小怎么办呢 这个 把它改一下 该 12左右好了 如果12差不多如果太小你可以再自行更改 那4 color就颜色如果你觉得 是黑色不好看 调色盘改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 红色的好了 然后再加上粗体字 好自然好像太细了粗体字OK 然后 再加个帽号 比如说龟毛一点 好再加个帽号OK 好那如果说这个格式呢你要套用底下单价数量小机地区都要一样的话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的把它复制下去 那复制的方式 甚至其实好这边的背光 这个back color有没有 甚至你可以更改背后的颜色 比如说背后颜色你给他给他一个浅浅色的浅一个 红浅红色 选错了 这应该是 应该是 这个是border 应该是 Four color 应该是back color这个才对 背景颜色如果你要变更的话 可以选 有没有 背景颜色